这是一件残忍到几乎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可是在历史上却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吃人的民族 他们曾经害死上百万的汉人 不过如今这个民族却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到底是什么民族呢 这个民族就是非常神秘的杰族 虽然说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 但是他们却差一点对汉人造成了灭顶之灾 杰族是匈奴的奴隶 在匈奴内乱期间 杰族的首领石勒打败了匈奴 建立了后兆政权 石勒和前儿子石虎都是异常残暴的人 他们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吃人 把想要吃的人抓来了 剁碎煮熟就开始吃 实在是残忍至极 在他们的领导下 杰族自然而然的成了一个吃人的民族 由于杰族的出现至少害死了上百万的汉人 当时北方的汉人听到杰族几乎闻风丧胆 不过由于杰族实在太过于残忍 汉族降临敏然 最终带兵彻底消灭了杰族 从此之后历史上再无杰族 北方汉人终于过上了太平的生活 不得不说这真是大快人心 要知道这种吃人的民族 本质上跟动物也没什么区别